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新一集的ROBLOS JOBREAK Video 今集會跟大家說一下ROBLOS JOBREAK的TRADING HUB 是如何傳送一個新的海岸 今集會去ROBLOS Studio 去講解 如何製作這個海岸 如何傳送去新的城市 新的島 好 在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要試比遲 馬上去講一下ROBLOS Studio 是如何創作海岸 現在進入了ROBLOS Studio 你會發現 為何會好像是我創作的 其實不是我創作的 我是負責去 可以收拾一下 讓大家去看看ROBLOS Studio 有什麼更新的 你會發現這裡有隻船 看看船底有沒有傳送的東西 就可以在這裡攪拾一下 你會發現這裡可以製造一顆 製造一顆 製造一顆 你會製造到 可以製造一些 可以製造一些 可以製造一些地方 可以製造一些泥套 可以製造一些 是非常好的 這一個ROBLOS Studio 可以製造一些 可以製造一些 DRAWBREAK 甚至其他遊戲 你會發現 為何他們可以這樣製造呢 那這個位置 我又找這個位置來做例子 這個位置有一個東西 封一封了它 更漂亮 那你會來到這裡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我就 現在就弄一弄它 那你會發現這裡有些爪騰 那不要管 那我們現在就去到一個 去到一個玩家模式 那你會發現 你可以用到Shift加P 那你又擁有這個電影模式 那你會看到周圍的環境是 非常之漂亮的 還有你會發現 它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平時 就算入了遊戲都未必看到 但是你可以用電影模式去看得到 其實 其實這個遊戲的山 隧道 背後是怎樣製作 有些什麼 那這個呢 那就是這個的DRAWBREAK 就是直接單一圈 其實我建議直接單一圈 單一圈的地圈 那這個就是大約的樣本 那你可以 按了一些按鈕 你可以 去拉塊板出來 這樣去 製作得更漂亮 那樣的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這個的ROBLO Studio 可以給一些 創作者去製作 是非常之好的 那你們可以拿一些 東西去製作 一些草 一些山 泥 那你可以 找一個 粒粒的 公仔 那你會按下去 那你會看到一個藍色的球 那你可以按一按 那你會發現 是會 在這裡 那你會按一按 突起 那就會突起 你會拿來做這個 可以教大小的 這樣去製作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這樣對那些 創作 創作遊戲的 人 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好的 這些草 都做得不錯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怎麼製作 怎麼製作 如果你想製作 Georbreak的話 不是製作這個 Island 那我就有一個檔案 那我就會放在 在下面的概念,可以按下連結 就可以下載到Joybrick的海岸,或者Joybrick的城市 我現在改良了,之後再進入遊戲裡看看 你會看到有一個天賦 我現在可以用Shift加P 你會看到周圍都可以看到 甚至乎是山、隱藏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Shift加P這個工作人員的模式是非常好 你可以隨便去單個地圖,可以入市玩一下 你會看到這裡,可以用Shift加P 你可以調高一點畫質,就會看得清楚 你會看到這個城市,這個埃蘭,整個是那個城市 這個埃蘭我覺得是非常之大,非常之美 而且沿著這條橋,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埃蘭大致上是可以同... 可以說是...如果你不說是Joybrick Hub 根本完全是不像Joybrick 只會覺得好像一個島嶼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這個埃蘭 那好,大家再看下去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塊黃色的板 但是不知道通往哪裏 是不是更多了呢? 那我不知道這塊板 那你會看到... 再滾去其他位置,再捲看 那你會看到它這一邊有一塊石頭 那這裡有一個...類似人像的石頭 不過我覺得挺搞笑的 這個石頭 對,這個石頭我覺得挺搞笑的 它這裡有點硬要口鼻 我覺得這塊石頭很漂亮 然後再看上去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一些樓梯 通往這一邊的一個圓形的平台 但是我不知道是有什麼作用的 但是這張相片呢,這個位置 跟Azimo之前這段片的相片 這張相片的位置是非常之... 相似是很肯定的 那我覺得... 這一隻遊戲其實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這個... Trading Hub 的一個... 的島嶼應該是做得不錯的 那我其實都蠻期待Joybrick的更新的 那好啦,那今天呢 就...趕著這麼多Joybrick 大約會有什麼設施啊 Azimo 做了什麼 在Joybrick的新的島嶼 那好啦,那今集呢 就說了這麼多 如果有什麼疑問 再問我吧 那好啦,那今集呢 就拍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下一段影片見 是不是? BYE!